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与著名美术馆签署合作正式宣布 10月7号起11位绅士将重磅回归国门广场 展出到明年10月6号 我们就请市长跟赖广场先为我们来做一个签署的动作签名 在金融市场 李又昌与著名美术馆馆长赖树林等人共同签署下 今年6月金融城市博览会中受到热烈回响的 《著名人间》系列绅士雕像将从10月7号起再次回到国门广场展出 这次展出时间长达一年 希望具体落实林又昌城市美术馆的概念 本市系列的这一个展品在成博会期间来到金融在国门广场 那获得很大的回响 那很多的市民也好游客也好都一直提出说 是不是可以再现国门广场 所以我们经过了从成博会之后 很多的努力终于成真 其实我们希望是让金融市的城市环境里面 就像我们的城市博览会所接触的一个理想跟这个价值 也就是希望整个城市都是我们的美术馆 整个城市都是我们的博物馆 整个城市就是我们展演的空间 对于绅士雕像重新回到金融展出 曾经参观过的小朋友都很开心 我有看到朱铭大师有一个作品 叫做《撑着雨伞》的下班族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作品 跟我们金融的生活很贴近 然后我听到他现在要回来我很开心 我有看过朱铭的作品 《撑着雨伞》的人 我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那现在知道他要回来 很开心 除了11座绅士雕像回归金融国门广场外 这次双方合作还加码推出艺术教育向下扎根计划 从10月1号起 金融市国中国小及幼儿园老师与学生 一年内可不限次数免费参观租名美术馆 让金融这座城市与著名美术馆有更强大的连结 希望未来能培养更多金融在地的美学人才 这是在之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县市合作过 当然也是一个机缘 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朱铭老师的这个 人间系列声势展呢 在今年的城市博览会得到了很热烈的支持 回响 那我们要回应这样的一个热情呢 我们就在思考说 如果只有绅士雕塑回到国门广场重新的展览 事实上它就只是作品 可是我们希望它扩大 让这个效益是能够生根的 有艺术扎根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365天的艺术门票 那获得金融市政府的团队呢 非常热情的支持 所以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 就是我们是以儿童艺术教育工程来建构国门之城 说著名美术馆把它从在金山的这个馆子 延伸到基隆来 那当然基隆这个城市的这个范围跟空间 也扩大到我们的著名美术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有价值的一种 合作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对我们基隆的小孩子 未来从小到大培养这个美学的素养 以及对于城市环境美学的一个敏感度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透露 除了基隆国门广场 未来这群绅士也将到金融市不同的景点旅行 提升观光效益 请国人拭目以待 10月7日国门广场见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而迈入第八年的向大师致敬活动 今年特别邀请到VK客回乡 举办水之彩演奏会等系列活动 记者会上VK客也当场演奏创作曲敬业 来感受这位亚洲人气钢琴大师的音乐魅力 结合节奏吉鼓与钢琴 既悠扬又澎湃的乐声 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这是基隆国门广场水舞的背景音乐敬业 作者是基隆出身 曾创作出电视剧《蓝宁王篇围曲》 手掌心等经典歌曲的 亚洲流行钢琴大师VK客 迈入第八年的向大师致敬活动 今年特别邀请VK客回乡 举行水之行演奏会等系列活动 为市民带来丰富的音乐饗宴 向大师致敬的活动今年是第八年了 那我们每年在地的艺术家 都有不一样的领域 不一样的表现 那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VK客的钢琴大师 回来我们帮我们做相关的系列的演出 那在这边因为基隆是靠山海跟港 那又称为宇都 所以VK客大师就特别以水的形态 声音等等来做的创作 那我们大师也特别安排了 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有互动的这一个活动 这也是很难得的 然后也会在潮进跟在海洋智能馆 做相关的演出 那当然重头戏的演奏会 那也请大家共同来欣赏 VK客表示 基隆靠海水的异象丰沛 这一次演奏会主题水之行 就是以水为元素进行创作 水无常形 那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万千 那缺近于无限 不管是溪流 海洋或者是雨水 那它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水 那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于是我想要用水来描写 跟打造这一个有趣 而且令人会陶醉在里面的 这样一个系列活动 特别的是VK客 还与海洋科技博物馆跨界合作 在潮进智能海洋馆 推出10月1号到10月31号 期间限定的专属音乐 让游客感受沉浸式音乐体验 觉得非常的陶醉 也很喜欢那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就刺激了我一些灵感 那我就将一些水元素 以及深海元素 那结合一些 不管是传统乐器 或者是电子乐器 那有一种虚跟实之间的融合 然后去打造一个 像海底世界一样的 一个沉浸式体验 金融市话局方面表示 2022向大师致敬活动 从10月1号起跑 除了专属演出音乐会 还包括彩绘街头钢琴 街头快散迷你演奏会 及作曲配乐大师讲座等 邀请国人到基隆感受 亚洲人气钢琴大师的音乐魅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金融市人爱国小将教室 搬到电影院 舞蹈班的青诗生 共同欣赏台湾第一部 舞蹈纪录片《舞进》 片中的主角之一 郭荣安与导演杨伟欣 还亲自到现场 与青诗生座谈 带大家看见舞者对芭蕾的热情 我上网跳芭蕾 想要成为一个舞者 跳了十年 逐机遍布台湾 莫斯科东京首尔的 台湾首部芭蕾舞纪录片《舞进》 带人爱国小舞蹈班青诗生 看见台湾芭蕾人 在逆境中力求自我实践的过程 在座谈会中导演杨伟欣与舞者郭荣安 亲切地与孩子们互动 鼓励他们要有越错越有的精神 我希望透过这一部片 然后透过我的经历 可以让这些孩子 遇到困难都可以不放弃 其实在九年中 就是我遇到了非常多台湾的 就是芭蕾的 就是不管是学生也好 老师也好 舞者也好 那他们的就是在这一条路上的奋斗过程 就是很大一部分 就是支撑了完成舞进的 这一个最大的动力 我们有没有那个自我要求 去达到那个质感 或者是我们记者想要一出而就 让我最感到的地方 就是他努力的精神 指导我们去学习 谢谢这次学校 安排了这次的演出 也谢谢荣安姐姐跟导演 可以亲自过来 看到那个男女手 他受伤之后 还是会冒想前进 很感动 希望这一次的包场活动 以及一篇欣赏 让孩子呢 对舞蹈的执着跟热情 可以有更坚持下去的力量 就一处对于校方的用心 也给予极大的肯定 这几点是 对于彩排的蜘蛛 舞语一 有完善一体的建设过程的问题上 那非常谢谢 能耐舞蹈班的用心规划 除了缘分 校内的完整的专业 舞蹈实质的课程 那这次也带着孩子 走出校外来做一个学习 那刚好在今年 九月刚上映的 台湾第一部 舞蹈的纪录片 舞进 那里面讲的就是 台湾的一些芭蕾舞者 他们的这个 学习的历程 那带孩子出来 也可以去了解 在整个 每个舞者光鲜亮丽的 背骨之下 有很多需要 辛苦跟努力的地方 那相信今天孩子 都有满满的收获 专业的舞蹈人才 需要多元的能力养成 期盼透过电影 让孩子们面对未来挑战时 拥有更多元 与热情的学习态度 记者蔡小军 采访报道 再带你来看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 金融护国 城隍美食文化祭 今年恢复举办 中午要在立法院 举办美食祭 今年一共有近30家 金融在地的美食 共同诊出 将邀请立法院的委员们 及政务首长 一起来品尝 不管是人气大肠圈 霸丸 鱿鱼羹 猪肝肠 每一道金融在地美食 才一上桌 相客扑鼻而来 光是看的 就令人口水直流 吃美食保平衡 欢迎来 金融城隍美食文化祭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 今年恢复举办 找来立委 参信当时的美食推销员 30日将带着金融的 20多家美食业者 进军立法院 大力行销 金融美食 但很多人只知道 金融美食 都以为只有庙口而已 其实我们城隍庙周遭 其实真正也是 另外一个美食的重心 那我非常感谢 我们城隍庙张主委 郭总战士 长期不动推动 城隍庙文化之外 对于周遭的美食文化 也非常认真的推动 所以我们既在 疫情之前 曾经办过一场之外 我们这一次非常高兴 这个星期五的上午的时间 我们也在立法院 再次举办 金融城隍美食节的活动 那我们的所有的 金融城隍美食 周遭的店家 也都会来到立法院 第二个 我们也会邀请 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来立法院这个地方 享受金融的恒食 那我相信礼拜五这一次 在立法院举办的 这个活动 会让金融的 美食支度的地位 更加的确定 那这也是我常常提到的 金融做一个海洋国家门户的广场 海洋国家城市的广场 的城市 我认为 它在这个部分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也会让许多人 愿意爱上金融 愿意爱上金融 这个城市 我们欠缺的 只是个行销和宣传而已 而市营 将会在行销跟宣传上面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除了推销金融美食 八年来培训在地青年 组成的汉豆HDA团队 将从北部基隆到南部的恒春 巡回台湾各地校园宣导反独 立委蔡思寅亲自授旗 感谢这一群年轻人 校园反独突破六百场记录 国民党市场参选人谢国良 这次到现役市场进行拜票 同时也希望宣导 11月26号当天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投票 就是18岁的投票权 一块来到现场来看看 来宣传18岁公投 今年底除了九合一大选之外 还有一项投票要同时进行 那就是18岁公民权的复决投票 因此基隆市场三选人谢国良 跟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共同走入信仪市场 来宣传这个公民权的复权 亲密协表示 根据近期民调 基隆市民还有八成的选民 还不知道年底 有这个公民权的复决投票 市场赚票一天 也有一个十八岁公民权的公道 就要赚董事 他是有两官啦 那一官是李欢迎过 然后全民要投票 投票要过之后 他才可以投票 那现在就是18岁就是成人了 现在是刑法 民法都是承认 承认啊 如果刑法就不是那么负责就对了 以前刑法就是18岁啊 是喔 以前就是18岁 现在是说投票 投票官啦 因为国外都是18岁就可以投票 但是台湾要20岁才可以投票 你快点加油啦 好啦好啦好啦 这也要加油嘛 都要集集 谢谢 你快点加油 我知道 我知道你也是 因为其实我们走过 非常多不同的县市 清明携带过去了一个月 在全台湾的不同县市 我们都有去过 那我们甚至去了里岛 也去澎湖 然后从嘉义 平东台南台东花莲等等的 那我们今天早上 刚刚在基隆 站在路口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基隆的鄉亲 其实是非常非常热情的 会主动来询问说 诶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议题 那我们觉得这件 就是一件很好事情 因为过去这个题目 确实在民众之间 认知度是比较低的 大家根本不知道 年底有这样子 复决的题目 所以我们就像 刚刚玉盟所提到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是所有的地方候选人 都能够在这一次 选举的期间 不管是线上媒体的宣传 或者是社群网络 或者是在实体的民间 这样子的乡里之间 我们都可以共同来宣传 年底有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 那邀请乡亲 一起来支持年轻人 投下同一票 众所皆知 公民复决的门槛非常高 需要965万票 那合并这一次的 地方选举一起进行 所以其实需要地方选举 不论是县市首长的候选人 乃至于到 市议员 县议员 甚至是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 都一起来推动 这个议题才会通过 那国粮也在很多的场合 都跟大家说 这一次选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 就是务必要让我们的公民权18岁投票 要能够顺利跨过通过的门槛 通过门槛好像是965万票左右 这是一个蛮高的目标 但是我相信如果跨党派 大家一起来共同完成 那一定会做得到 那小爱爸爸的女儿 现在已经5岁多了 其实我也是做了爸爸以后 心境感受很不同 其实坦白讲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社会是属于下一代 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东西 其实都要替下一代去思考 所以在这边很开心 邀到清明协的青年朋友们 邀到张理事长来基隆 跟我们共襄盛举 记者黄润生 基隆报道 此云寺要是否定 历经两年策划开广启用 要是否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读 目科解王的辉鸿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要是否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要是否店 参拜感受法喜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波榜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融市议会副一种林培 想踢爆首都客运9026 其实在8月底 金融市政府就已经确定 11月1号将改由符合客运 接手经营了 而且将更改入线 对于市府没有告知议员还有议会 因此痛批市府漠视安乐区 2000多位通勤民众的需求 我那时候今年出去 立法院开协调会的时候 特律有要求说 如果要办这路线会刊 9026你要给我帮路线会刊 你一定要让我知道 你一定要让我地方的名义代表 来参与这次路线会刊 结果会刊不但办了 我们没有被通知 甚至我这份公文 市政府不是基隆市政府给我的 这份公文是台北市政府 我从台北市议员那边要到的公文 这东西有什么好蛮的 实在是很熟悉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拿着8月30号的会刊记录踢爆 对于安乐区通勤族到台北南港 非常重要的首都客运9026 其实在8月底基隆市政府已经派人参加 跨县市各相关单位的会刊 确定11月1号将改由符合客运接手经营 而且将更改路线由一高下细止 最容易塞车的大同路 并且增加4个停靠站 而且只到南港展览馆 每天22个班次也减到剩下15个班次 市政府却完全没有告知议员和议会要会刊 痛批市政府漠视安乐区2000多位通勤民众的需求 现在变成是从一高直接下来 经过系纸最塞的大同路 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你以前是一高接三高 然后到南港展览馆 到南港车站 现在你没有南港车站 你直接南港展览馆之外 你是从一高系纸交流道下来 然后直接走大同路 系纸区最塞的路 然后你用了系纸科技园区的四个站 结果你吸收掉所有大家的通勤时间 你现在看每天早上班 你晚半个小时上班 每天上班的时候 你晚半个小时回家 你感觉怎么样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们都不知道 你们市政府在那边就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说 建议维持员路线 你们应该坚持员路线 你们是主管机关啦 全部群技能人都知道 我常常在南港等车 你知道我在南港等车的时候 那一个站 从晚上5点到晚上10点的时候 那边有多少人吗 一个站有650个人在那边等车 我一个个发面子 我自己拿机制器 650个人点车 那边有三个站 你南港车站取消掉之后 未来那边有1300个人在那边等车 你1300个人在那边等车 然后你让他们在那边 多等半个小时 然后再慢慢回家 而且你的路线 你现在不只是 砍站点 砍班次 你还改路线 那你是基本上想 你符合客运也好 你就是让机 准备让9026准备跑不下去 然后之后你们再把路线 cancel掉吗 那你基隆市政府 你是主管机关 你不是建议单位 你要站出来 帮我们安乐区的通勤族 承起权益啊 你怎么会轻轻飘飘地说一声 建议就好了呢 这我完全无法接受啊 如果不 现在不是我无法接受 不是我身为基隆市议员无法接受 你一般的通勤族在安乐区 听到都会整个全部炸火 林佩祥强调 如果这份会刊记录 不是现在才从台北市议会拿到 基隆市议员和基隆市议会 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安乐区的乐立三街 一名张姓男子开车回家 没有想到车轮突然卡进家门口的 一个坑洞里 怀疑是电信公司施工造成的 不过施工厂商前来喊冤 强调与工程无关 经过市政府的居中协调 建议先将坑洞进行修补 有关赔偿的部分 后续再进行协调 这时候地层整个下线 整个地层下线 不知道是施工没施工 好像是怎样 车主半夜要回家 倒车入库 白色休旅车左前轮卡在洞口 洞坛不得 板筋严重凹陷 就整个车轮就卡在这里面 事发在25号凌晨一点多 张姓车主开车回到安乐区 乐立三街住家 在家门口倒车 准备进车库停车 结果地面突然下线 出现一个洞 导致左前轮卡在洞里 让车主心痛的是 这辆车刚迁回家的新车 车损的话 大概至少要4到5万 而且甚至就是说 还没拖到维修厂 然后甚至还有其他损害 我们还不知道 光现在看到的就是5万 发生这个问题的话 主要有安全问题 而且说现在这个车库 有两个车位 现在也没办法停 所以我们请 就是说相关单位 可会配合一下 说来厘清这个责任 车主和当地里长都怀疑 9月初的时候有电信公司 来附近施工管线开挖路面 原本铁锅盖上有先铺上薄油 疑是因为施工期间 重车来回碾压 可能因此导致下线 施工在这里 我觉得奇怪 应该不会是这边 可是当时 9月6号施工完以后 我们的住户就有发现 就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这么大的大小 跟旁边历清的落差 有将近10公分 因为我们小孩子在那边走路 会经过这边异常的凹陷一个洞 住户是怀疑说是铺 前一阵子在铺铺车薄油 路面破损还是电信公司来铺薄油 我合理的说 应该就是因为 他们有外包做光纤的工程 重车在这边 我请厂商来到这边 大家一起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电信单位的承包商 却到场喊冤 强调下限地点 并非道路范围 属于私人土地和工程无关 是我们来施工没有错 但是已经过了二十几天了 所以你们之前有发现 他有下限地点 稍微像这种啊 这种他们住户有叫我补 我就帮他补 叫我帮他补 上面也是有 那个也是住户 旁边科长旁边那个也是住户 他也叫我上面帮他补 我说补我可以帮你补 而且叫我帮他铺到里面去 我说好 那我衣服上 我帮你铺没干系 但是现在坑洞一下去 我现在不敢 这种车也不敢进去 我怎么不 抛出机上去垮了 我怎么办 由于下限的坑洞 升达五十公分以上 安全有顾忌 政府河川水稻科也到场 建议先将坑洞补起来 后续责任归属 建议包商 再与车主进行厘清 确实有一个立即危险的状况 那我们会研议立即来做一个结调 那来做后续的一个维修跟抢修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调查出来 这个排水系统 属于当初建仓盖的一个社群 这个就住户所有的一个排水系统 所以这边还是建议住户 针对后续这一段的这个排水系统的结构部分 还是要三进维护的一个责任 为了测安全的问题 要先进来先把它修复好 事后我们中华电信的厂商 要来我们这条路全面跑铺 以及我们所有的住户门口 全部铺设薄油 让我们能够更安全 另外后续赔偿的问题 将因为还在协调当中 幸好这回只是破洞 只有车子受损人没有大碍 有关车子毁损赔偿 电信单位的包商 也释出了善意 将和车主进行协调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信义区最资深的里长吴明达 多年来都会办理益检活动 与金融市爱心关怀益检协会 共同造福社区的年老长者 一举获得热烈回响 打理烦恼司 剪个清爽发型 每年都会举行的益检活动展开 服务信律里的长辈 我们每年来为我们里内的 这个肉质团体 还是需要帮助的人 实施益检 今天早上我们从8点50分 就陆续有我们的乡亲进来 所以到目前10点半 已经将近100人来共襄盛检 很感谢金融市爱心关怀益检协会的鼎力相助 让活动能持续办理 因为有很多姐妹 以前从事这个美法行业的 现在已经年纪大一点 退休了 想说来帮助盈华族的前辈 给他们帅帅的美美的 这是我们的理想 谢谢我们里长 检完以后很开心很清爽很棒 亲切又仔细的态度 让被服务的年长相亲都感到非常满意 里长期待把这一份温暖持续延续 让里内的长者及需要的民众 都能拥有清爽舒适的造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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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